一定index 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這裡的話順便講一下 那再來我們要繼續看就是有關那個 怎麼樣 比如說新增地標 或者修改地標假設你有什麼一個地標你要一直新增那新增的話也有很多資料 除了可以放在local storage裡面之外 我們還可以放在那個database裡面 但是database這部分的觀念 比較 如果比起來的話 基本上會困難許多 那我們也一起來看一下 那這個部分的那個 在講義裡面也有所以你們在 這個地方 在第四章裡面 也是一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好像上次有開個頭跟各位講一下 那其實資料庫裡面的當然這個也是新的 就是在html5裡面 才有一個新的資料庫叫做seql database 那這個seql database data base 基本上呢 他是使用者端的 他不是雲端的database 所以其實一般app 當然目前只能夠存 使用者端的 如果說你要連 雲端的資料庫 又有另外一種寫法 又不太一樣 那一般這個seql 的database 存的是他這個使用者的相關資料 而不是雲端的 所以雲端的資料 如果你要跟其他資料 做交換的話 那你就怎麼樣呢 你就可能要用另外的寫法 這個我看之後有沒有機會再補充 因為這部分又牽涉到層面有更多 因為牽涉到什麼動態網頁 通常會用什麼PHP加買seql 有PHP你去跟PHP要一個資料 PHP再去跟 後端資料庫 抓抓完之後再丟回來給你 OK 或者什麼ASP 也會市場用的 後端資料庫也有可能是seql server 也有可能是買seql 支援 這樣 那 運作的方法 其實如果你們有用那個什麼 比如說像 常見的 那種App像什麼 像台鐵嘛 如果你有坐火車的話 應該都會去下載那個 台鐵的App 那個下載人數非常多嘛 他就有分成什麼 有分成那個 即時的 或者他幫你下載雲端的那個資料庫 他就是會有個台鐵最新版的資料庫在雲端 然後呢 第一次使用他會先下載到你的Client端 對不對 然後 如果有更新的話 上面版本更新跟下面版本不同的時候 他就會提示你要不要去下載 那兩邊可以